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各位还是说说教育吧 教育这事啊教材这事 人教社啊人教板教材这事 好像发酵起来之后呢就没停下来 尽管我的朋友呢呼吁说不能搞成运动 边界必须清楚啊 必须高度肯定必须怎么样 但是网络有个特点就有些事情啊 他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为人教社的教材不但是数学教材刹图问题 有什么高超连堂是综合症 而且他语文教材里面的倾向性问题就更严重 还有呢延伸开来 整个教育问题在历史稀有主义泛滥成灾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教育口问题不少 今天我跟各位跳开教材 以免我的朋友不高兴啊 跳开教材说什么 说教育厅长 教育厅长说这事的必须是 按照我们党的选干的规则 那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不对 必须是忠诚坚决的共产党人 必须熟悉党的政策 必须熟悉党的方针 必须致力于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 我们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必须有这样忠诚的同志 连结的同志 了解力要教育规律的同志来担任 但是现在你知道什么人都能当教育厅长 比方说 有一个四季如春的省啊 他们的教育厅厅长 不单是厅长 人家还是党的书记 当党组书记厅长 后来人家还更厉害 当了人民政府参事 哎呀 他的事司马内你怎么知道 我哪知道 我是在网上看就有人举报他 我上去一查 哟 这事儿 这事儿就给我刚看到那个 人教社的数学教材里面 唐氏综合证 以及国际道挂 什么日本临时飞机 那个画面一样 错愕 惊讶 就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某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 党组书记 你既然言论是这样 行为是这样的 您能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一看这个举巴信 我再上网就搜一搜 我再一看 反应这个人问题不少啊 最让我看不下去的是 这个人呢 我过去 我历史上 我各种各样骗子打交道 所以有一度人家说 司马南是这个骗子客星 这是抬举我了 但是我的确建立一种本能 我对骗子有一种比较直觉的判断 就是一搭眼 我一闻就觉得味不对 你比方说 这个人 他自己的视频的片子里面 他把呢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我们国家的副国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能连着数一串 正在里面 说一大堆 说每个人都高度重视他 说每个人都特别钦佩他 然后放了一大堆 那国家领导人 那跟他握手的照片 用以证明 他是教育家 思想家 哲学家 然后他的理念 怎么怎么着 这种做法 我怎么觉得像一般传交公司 或者搞P2P的呀 你哪有一个厅长 哪有一个教育厅厅长 一个党组书记 你这么干 用得着吗 而且这东西在网上一搜一片 小编随便放一段 大家看一看 这种事 如果这个人不是脑子大作弦了 那就这个人呢 的的确确个性鲜明啊 但是最新他被举报的原因很简单 今天不在6月5号吗 2022年6月5号 但6月3号啊 他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端午节吗 他发表署名文章 标题叫做端午 一个鼓励自杀的日子 这光看着标题就走人听 文米到抖音上你给我发一段 鼓励自杀 这种杀字就不大容易出现了 他开篇就说统治者把屈原的忌日生拉应扯 拉进了个美好的民间的忌日端阳节 是利用权告诉人们 无论皇上再昏庸无道 臣奴们要忠君爱国 这就是他的开篇词 如果报国屋门 你可以偷将自尽 但绝对不能反对朝廷 接下来他又开始 宣扬所谓现代人的生命官 说生命权是人权的基本的权利 举报者说这叫病静 语文老师 各位语文老师 我是40年前我在大学里当语文老师 但是我这个对病静的判断能力比较差 您看看他这话同不同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说自杀是违法行为 自杀秀具有双重违法性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这位先生说了 他说以自杀为手段是违法的 将其自杀与某种目的相关灵 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属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屈原自杀扰乱社会秩序 对屈原自杀的这种行为的一种歌颂 则是双重的违法 好家伙 有人说深刻呀 您不觉得有点怪吗 就像个共产党的听起干部说的话吗 屈原是谁 屈原伟大的爱国者 毛主席曾经把屈原的处词 处骚 比作杀人刀 说屈原的著作是指向腐朽势力的西文 高度赞扬屈原 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是无私无味的是勇敢高尚的 毛主席当年访问苏联的时候 曾经和苏联的一位汉学家 在一起讨论说到屈原的时候 毛主席说因为屈原生活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我的家乡啊 楚国呀 所以我对屈原多一份理解 毛主席的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 现身精神 具有非常高的评价 说他无私无为勇敢高尚 这个屈原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当中 那也是那也是 无论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可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这么一个不屈不恶势力 誓死如归的意识 就被这位厅长 这厅长我还没告诉你 他叫什么吧 他姓罗 叫罗崇敏 崇高的崇 敏捷的敏 罗崇敏污蔑为作秀 忠君爱国的陈奴 这罗崇敏 实话说 如果不是 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 他比这说的还过分的那些话 我真难以相信 我们教育厅长 党组书记会有这样的言论 如果他把话说到这儿 只是对屈原当年的死 有个评价 倒也罢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从来都是古为金用的 历史都是投射现实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知道吧 所以在怀疑和反对 屈原以自杀 表达自己的愚衷之后 我们这位罗崇敏先生 话锋一转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 如果说 儒家的杀身成人 这种精神的话 那么 阿里高德日本人 践行了中国的儒家的杀身成人精神 而且呢 比中国人践行的还好 他借所谓的当地老人之口 歌颂日本人 罗崇敏作为云南省得教育厅厅长 党组得书记居然歌颂日本人 这简直不可思议 歌颂日本人什么呀 说日本人尊重文化 日本人保护居府 日本人保护孔庙 孔庙孔林 都是日本人保护下来的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是庆祝南书 日本清华历史 中华民族历史 最屈辱的血泪史 清华日今在中国发起的滔天罪行 庆祝南书 这个罗崇敏居然洗白日军 洗白的这么自然呀 美化战争罪行 我就不知道 刚开始听到这个罗先生 这么说话的人 你们觉得不觉得 这有错愕感 你们能接受他这么说吗 任何一个有起码爱国心的人 你能够接受罗厅长这么说话吗 怎么到今天才被举报 才揭露出来 我们这位罗厅长 他呢 换了个角度 他说之所以要谈去源自杀之事 是因为呢 中国青少年自杀人数比较多 然后呢 他说这个问题就在于呢 是中国文化当中的生命观和生命教育缺失 他以此桌押又改了一个玩儿 又改了一个玩儿 开始攻击国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他说呢 中国的这种教育是暴力化 极端化 反政治化的误区 陷入了误区 说国家你原来你不是树立什么刘胡兰呀 是吧 刘文学呀 王二小啊 过去就我们 我少年时代 那个时候的英雄 他说 这你相当于在传统文化当中 传统教育当中 你忠君爱国 你是忠君爱国的自杀者 误导青年 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和勇气 自杀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把呢 我们革命历史上的少年英雄 说成是 还是自杀 说成是鼓励忠君爱国 罗听长 你是不是有点颠倒是非了 你是不是有点混淆黑白了 刘胡兰烈士牺牲的时候十几岁 他十几岁参加当地的革命工作 最终不幸被阎西山的队伍残忍杀害 毛主席写了八个字 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文学为质子地主老财 偷集体财产 在跟地主搏斗当中被后者杀害 这叫什么 这不叫建议永违叫什么 这不是榜样 这是什么 王二小的也是为了转移 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 把鬼子带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被敌人发现之后 敌人愤怒的恼羞成怒 用刺刀刺死了王二小 王二小壮烈牺牲 王二小这样保护了村民 这不是革命烈士吗 这和你说的自杀有个毛关系啊 三个英雄都是被侵略者 或者反农派杀害的 但是这个罗厅长呀 却要把他们污蔑为自杀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第22条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 否定烈士英雄事迹和精神 罗厅长 罗聪敏厅长 罗厅长聪敏 你的行为 请司法圈的朋友 特别律师朋友帮着判定一下 有没有触犯国法呀 他身为党员 身为听局级的干部 这算不算执法犯法 执法犯法要不要最佳一等而请的 他把自己的这种言论扩大开来 在互联网上广为散发 他有自己的圈子你知道吗 弄了一大堆公众号 我怎么看这哥们都像搞传销的 你查一查他玩不玩P2P啊 哪有个厅长这么当的 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一这么奇葩的厅长啊 这位厅长呢 以思想家自居 说话很慢 说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价值 以保护国家和保护财产 他人财产 献出生命是不应该的 也是不值当的 要按照这位厅长的说法 人人都如此啊 那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界旦夕之际 那些革命先烈 那些几千万为祖国抛头颅 洒热线人人志士 慷慨赴死 人民英雄纪念碑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解放 而献出生命那些人 就成了他笔下的双重的犯罪的自杀者 这种逻辑倒错 这种胡说八道 这种颠倒黑白 他怎么能干厅长呢 我都想知道 省长你跟这厅长在一块开会 听他那种哲学教会 你们不觉得受不了吗 如果没有革命志士现身 富强繁荣的新中国会有吗 今天我们的安定 今天我们的和平 还有吗 你这个罗厅长 你无拘无忧无虑 大方决辞 这环境有吗 我好奇这个人经历啊 顺着这个举报信 我就查了一家这个人 他是90年代 大专省 叫考大学没考上 考了个大专 考大专也有人才 后来呢 他这个可有官运 莫名其妙 就当了一个县委副书记 县委副书记 你知道他分管什么吗 我就佩服组织部门 安排这个干部 叫他分管意识形态 分管政法工作 于是他的意识就形态了 他形态就意识了 他的意识形态就变成了 今天这个样子 他根本就不是今天才这样 他一贯如此 后来他居然在云南的民族学院 担任党委书记 后来又担任 红河州州委书记 就中央店 他一大帮主持人 包括毕福建在那 一大帮主持人 跑到红河州那边去踢足球 那次就那个时候 他就在红河州当州委书记 那次我去了 要不然我咋印象这么深刻呢 后来这个人在政治上就玩幺蛾子 有一次是在没有向上级汇报 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 他搞了个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 直选叫做玩民主 然后呢 他一边读着书 一边还戴上一个头衔 叫做民族大学博士学备 也就是说 比如说啊 我我是他 我是司马厅长 然后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担任党委书记 然后呢 各位博导 你们给我管 对不对 开会研究一下 说我一个博士学备 我就变成了本校授予的博士学备 你在这个学校当党委书记 然后把自个儿变成博士 真有创意 我就佩服你这样的领导干部 07年 他就当了教育厅厅长 正厅级一方诸侯 同管整个云南省 罗厅长的 把这个干了很多事 干了很多事 这这个人有关运 你知道吗 他后来生了一个什么 生了一个叫做国家都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叫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都学 都学的头像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因为他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而且呢 对外包装成哲学家 思想家 教育家 什么什么什么家 好家伙 就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的都学 就是国家都学 那我以前节目当中 曾经讲过总都学 总都学领导之下 总都学是教育部副部长 总都学领导之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都学 对这个罗厅长就担任了 而且还当了省政府的参事 我请各位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各级各 各级组织 那几级组织里面都有参事 这参事本来是参好事 有利国家民族发展 插遍大计 是吧 你出主意 想办法 但是有人呢 就事 妈 有人就多事 遇到好几个参事 例如有一个参事 有一个参事 主张中国要引进阿富汗难民 中国如果不引进 叙利亚难民 阿富汗难民 那中国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说和平崛起 世界人民就不相信 中国如果不引进叙利亚难民的话 那你中国一带一路 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不引进叙利亚难民的话 就不足以证明 中国是一个GDP紧追 美国的发展中的国家 发展的这个争争日上 这就是我们的参事 还有一个参事 写作品 写到 写报 我告诉你 结婚都离婚两次了 都不敢看 一个女的离婚两次了 不敢看的作品 为什么 太黄 但是照样人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你说黄 我都不信 我老头老都这年纪了我 什么黄没见过 我一看 嘿 真没法看 一篇短文一千多字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排序 第二个字 飞越纸上 我马也乱飞 那不是一般的黄 那是太恶心太脏呀 这都是参事干的事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 我这词用的太大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对参事这支队伍 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强一些素质教育 能不能给他们进行一些三观正确的教育 像罗厅长 罗都学 罗参事这样的人 你至少他守法 中华人民共和英利保护法 你不能违反吧 你不能把屈原这样伟大的爱国这个英雄 说成是自杀 双重犯罪吧 这个罗冲民啊 罗厅长 社交网络上 你不看不知道 看了之后才才觉得这个人荒唐到极点 还喜欢写诗 我把他的诗推荐给我认识的几个诗人看了 其中一个诗人说 说了一句脏话 紧接着实骂唯意 我不懂诗 我顺口都都写吧 我写什么诗啊 但是呢 这这这这人呢 写诗 写诗 文无第一啊 武无第二 那事就不好说了啊 我也不见得人家就写的不好 文人相亲 但是他组织一个党 你能想到吗 他组织 比方说司马南作为一个老党员 我们是组的党 我们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是共产党 他也是共什么党 他叫共生党 生活的生 生产的生 共生党是个什么东西 共生党 据他解释是这样 共生党啊 就是生命是最重要的 万事万物都要共生 他的上升到哲学理念 组织了一个共生党 这共生党真是共 共生党 网上有个有个术语叫 VS 共产党 VS最简单理解成对付是吧 共生党对付共产党 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哲学理念 自己的治国思想 自己那一套东西比今天共产党高明 所以呢 共产党呢 里边他作为共产党的党委书记 党组书记 居然又玩起了一个共生党 而且玩的风生水起 这人有一套 跟我过去在江湖上接穿了骗子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就是拉了一大堆 大官名人 郑书记 委员以上的 副国级以上的 一张一张照片 这你说他受到一个天气干部 省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 到北京来开会 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当然有机会见到 他把他和国家某一个领导人的画面 把切下来 然后组合到一起 这跟当年呢 江西平乡 有个大师叫王林 玩的东西是一样的 王林大师的地方官一见 我家伙 这么多大官 全都是你 做上个 这个人把自己说成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 高度评价 他的共生党 你这不是骗子吗 这不是拙劣的骗子吗 这不叫拉大西做虎皮吗 如果仅仅是虚荣心 倒也罢了 虚荣心谁都有一点 对不对 我现在就想到 我们就会接到理论组的副组长 当不上 但是虚荣心我有啊 对不对 谁都有点虚荣心 可是呢 这个罗厅长他不但是信用新问题啊 他他他他大量转发歌颂民国的 他是个民国粉 崇拜美国的 他是孔美崇美妹美 而且表现的非常顽强 贬低爱国主义 你说爱国主义 他就跟你几眼 啊 到处去讲他的共生主义 共生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看了看呢 共生 共生主义还说疫情之后啊 2020年 然后呢 他玩了个共生宣言 好家伙 共生宣言里面 你听这词啊 共生宣言 里边呢 骂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呢 国家主义在他们的里面是个反面典型 是个邪恶的东西 就是国家主义制造了独裁 制造了专制 制造了暴政 制造了战争 制造了血腥 制造了灾难 所以他呢 骂这个国家主义 并将他所拥护的自由的民主的正义的和平的幸福的那个东西 与所谓国家主义相对立 个人生命高于一切 集体利益 不管国家利益 不管为了什么都不管 为了什么都 反正是戈壁王奶奶说 他这套就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不要脸的当代表达 他这个东西居然有人 还有人跟他学了 他下面还办了一大堆的学校 还说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某一个环节不收费 这个人真是个奇葩 这个人我建议我们云南省啊 有关组织部门 一定要重新考察一下 这么奇葩 如果咱们说错了 咱举报错了 人家这个罗厅长 真的是个伟大的教育家 思想家 哲学家 他的理念 高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这个人当厅长 咱是不是屈才了呀 逆向思维 是个很重要的思维 像这样的厅长 怎么能当厅长呢 赶紧弄下来呀 他这官比求和 当年求和 云南市 这个云南昆明市市委书记 他至少当昆明市委书记 当省长 调到北京来 他为什么不能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督学呀 当教育部部长 这个人太奇葩了 这个人太奇葩了 他在这个宣言当中啊 他说 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个等级 在我的心目当中 最理想的就是进入人本社会 欧洲的福利国家 这是一等的 其次是处于资本社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最原始最低级的是处在 半封建和封建专制和半封建专制的 半党半资本的社会 一半的半啊 半党半资本的社会 这是极少数的国家 这些极少数的国家专制 稍稍有点政治意识的人 都不难理解 他到底说的是谁呀 这个罗厅长 现在就要网上被曝光 罗厅长他的这种呢 共生党的思想 他的这种教育思想 以及拉大旗做虎逼的种种做法 现在刚刚被举报 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下期我接着跟你讲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